民進黨苗栗縣議員陳光軒 上午在臉書自己坦承酒駕和人發生車禍 我們來聽聽他怎麼說 有電話進來 那我分審去看了一下手機 沒有注意到前車的車況 然後就輕輕碰撞到前車 那當下我就立刻下車 向對方表明我的身份 那我也會願意去負責 那警方過來那依照程序 他一定會先進行酒測 那酒測一出來的結果 其實我自己有一點意外 酒測值0.32 那麼陳光軒表示 是前一晚跟友人到酒吧小酌 喝了兩杯比較濃烈的調酒 回家之後12點多買單結束回家 那休息到隔天的上午 大概8點左右才出門 不是和人發生了追撞意外 那當時是自己打電話給所長 希望盡快來排除現場 那麼警方進行酒測之後 發現有酒精反應 那麼他自己本人也相當的意外 因此隨後他自己也在臉書上 那麼說明了這整個事件 同時表示接下來將會配合相關的 任何的事項